你們好 我是Erin 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季州倒閉區的三大經典 不是我自己一個人來 還有帶我的愛獎旅遊團 YA~~~~~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第一個地方就是牛島 GO~~~~~ 我身後的是牛島的牛頭 那牛島呢 它是這幾年非常夯的季州島的觀光景點 因為它開放的時間沒有很久 這個島走路大概五六個小時就可以走完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搭了街駁車 沿路看一些比較特色的景致 就像我身後面的就是它的牛頭 那我這一次精選的季州島景點 是和我的韓國專業導遊一起 因為我們一起討論出 欸 季州島這麼多地方 到底必去的景點有哪些這樣 那 幫你補充牛島 牛島這個地方 其實它在2000年的時候被設為海洋公園 所以就開始有很多的韓國人一直來這個地方 那這邊最主要它就是很純天然的環境 有乾淨的海水 而且是很鄉下的地方 所以它很純樸 因為早期這邊就只有務農跟做打魚 一下來就可以感覺到跟城市感覺完全不一樣 我們現在建國設下到第二個地方 就是來看這個星沙岸 它的沙子完全是白色的耶 這樣一粒一粒的 而且好像聞得到那個生蠔的香味 生蠔 你有沒有聞到 哇 我媽買了 我買了好大的海帶喔 這個真的是海帶 我覺得這邊最漂亮的地方是它這邊這一塊有三個顏色 就是海灘的白色加上淺塵海水的淺藍色 然後跟深的藍色 真的真的超漂亮的 而且這個海水好清澈 就是一點那種濁度的感覺都沒有 超美 真的 那第二個必去景點就是我現在身後的城山日出風 因為它是亞洲唯一一個火山口在海上的那種山峰 然後它有做成像這樣子很方便的步道 讓我們這樣爬上去 而且不用擔心會很累 因為你要是腳乘快的話走30分鐘就可以走到山頂 就是來回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我今天會跟著我們的島友桑尼 我們要一起去找文化遺產就是 海女 欸 這個真好 海女也是激州島的文化遺產 他們幾乎是沒有什麼裝備 直接這樣潛下去 直接現撈海貨 然後現撈之外還可以現場吃 對 直接現場買現場吃 天啊 這個真的是 最新鮮的 絕無僅有 我還沒有看過這種的 這就是... 他叫蝣魚 蝣魚 這個貨經 那就是... 蝣魚 我們剛剛直接給海女獻金之後 他就直接獻欠 現在就是三顆鮑魚的那樣子 原本跟我說生吃的時候 我原本以為是要直接那個 整顆吃嗎 對 我原本整顆吃的時候 那我不敢 我不敢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不行不行 很精鮮 海水 因為它就是從海水上面撈上來 所以會有濃濃的海水味 然後它的口感 像有嚼勁的那種脆脆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你要來吃吃看耶 已經吃一口 你剛剛不是不加醬 對 我買 然後拿一萬塊它就懂了 一顆一萬塊 一顆一顆鮑魚一萬塊 好吃 你就拿錢給它 然後比數量它就懂了 比那個你要的東西 已經習慣那個味道之後 它變得好甜喔 會越吃越好吃 很像生魚片 對啊 我們現在爬上來 就是它每一段路的風景都不太一樣 因為前段就是有山壁跟海嘛 到中間慢慢往上之後 這邊呢 就有一些很特別的那種火山眼 就可以過去看濟州島的那種 島內風光的民宅 大概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大家這麼愛來 它就是小小一個點 可是可以滿足所有需求的感覺 那因為濟州島有像這樣的自然海景 山景美景 所以它一直都是韓國人的度假啊 蜜月聖地 所以我真的推薦說 如果你們有機會來濟州島的話 就可以以看美景為主 因為剩下有很多其他的景點 像是什麼什麼博物館啊 就很像是為了觀光客 特別造的那種人工建築物 時間多再去就好了 對對對 那你覺得濟州島跟台灣的哪個地方最像 我剛剛也在想這個問題 好像不是墾丁 蘭嶼 澎湖之類的吧 但是是精緻版的 我必須要講 不會特別有讓你來鄉下的感覺 是精緻版的美景 那我們第三個濟州島必去景點 就直接到他們的綠茶園 GO 那濟州島除了自然風光很有名之外 還有一個必看 就是他們的博物館 整座濟州島大概有幾十 甚至上百座博物館吧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主題 像是泰迪熊啊 民俗文化村 所以這一集第三個必去 我選的就是 Osolo綠茶博物館 就在同一區的附近 還有Innisfree的濟州小屋 所以我覺得來這邊這一趟還蠻划算 就可以一次看兩個 裡面又還會有一些好吃的下午茶甜點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去 那因為Ozolo綠茶店 我之前就已經介紹過 它在首爾的店 這次來濟州的店 我就點它比較特別的 像是有橘子冰沙 然後我這次會再try一個 這個有看到蠻多人點的 哇好快喔 太怪了吧 這是濟州島的綠茶冰淇淋 這綠茶味超濃厚的 這柑橘的我不常見的 我喝喝看 好像喝到火力對不對 有有有有喝到火力 好誇張喔 欸這個要點欸 這個要點 因為我之前在首爾的店 好像也沒看到這個 這樣算起來CP值還不錯 這個set 它是新鮮的橘子汁 然後很濃 水沒有加很多 因為打成冰沙的那一種 這個是我第一次點他們綠茶牛奶一味 因為我每次來都點他們的招牌 綠茶拿點 然後我這次點這個貝茶 我怎麼覺得貝茶更好 好酷 好酷 蛋糕 好酷 哇 爆奶 我們現在出來往另外一個方向走 大部分兩分鐘 然後我們前方這邊都是 這是innisfree的季州小屋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說 這邊好像還有公餐 就是我們可以在那邊吃正餐的那一種 又不會很貴 OK來看 這個就是它的Logo innisfree的產品 這邊就是一個可以直接買的意思 然後這邊都是販賣物 就是我剛才說 後面有在賣一些食物 我剛才網路上看有人買便當 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剛才已經吃完下午茶了 還有這種花草拿鐵 看起來超好吃的 這是櫻花季節 就有這種櫻花限定的餐點 不行不行我真的覺得他們實在太會了 真的太會了 來這邊就是整個少女心爆發 就是什麼都想要 讓我們可以看說 喔這邊的茶葉 萃取萃取出來 就是這邊的產品 我就直接看圖說故事 先不管事實到底是不是他描述的這樣 可是這樣整個就讓人家覺得說 啊對這個品牌有個信賴感嘛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一點還 就蠻會的 我自己是覺得innisfree的他們的保養品 蠻適合年輕的肌膚 我自己的話可能 對我現在來說可能就不太夠 但是如果你是大學生 或高中生的話是可以用 是可以用 而且他們又很平價 幾百塊就有了 那我這次的季州攻略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在左下角按個喜歡 然後還要記得 訂閱愛里的頻道 耶 謝謝 很棒很棒很棒 不 abide 喝水 謝謝 呢 謝謝 超級